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平来,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中秋节已经过了,但老平说过,这个中秋的这个月亮 很诡异啊,它是一个超级月亮 很多人,不明就里的人以为超级月亮是什么好事 但超级月亮它代表的是不祥之兆 就像很多人在去年拍这个大雪月 还许愿无知愚蠢的人类 雪月是什么 雪月是非常非常的邪恶的 今年这个超级月亮出来 老平当时在朋友圈就发了一条消息 我说由于人类的加速着负极磁场能量的传播 而导致月球加速的运作 月球离地球近才会有什么?超级月亮 但这样的背景它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月亮的运作离地球越近 会对人心智产生的影响是越大的 会,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从占星学上来讲 从心盘上来讲 懂心盘的网友 其实我相信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人这一辈子活的是什么? 我们人这一辈子活就是活我们的月亮 也就是你的内心 月亮代表你的内心 但像你的月亮如此之大 如此反常 会加速人们内心阴暗面的体现 会加速一些我们在阳光面 不敢做的那些事情 去加速去行动 我刚刚发完这条朋友圈 过一会儿我看到巴基斯坦大爆炸 死了几百 死上几百人 在比露芝省发生了大爆炸 比露芝比露芝 跟中国没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而且这种超级月亮会导致抑郁症患者 加速跳楼 加速死亡 所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黑暗将笼罩 所以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的进入到 不如我们所愿的那个地步 而不是团圆 而是死亡和离别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世界会将再次更加的进入到 一个激烈的动荡期 我们讲两个重要的新闻 现在已经可以证实了 李尚福在军队是不听习近平的话 他们这些军头 现在已经被证实 和习近平的攻台时间 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首先一个我们要讲习近平的国庆讲话 习近平国庆讲话 祖国完全统一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 据新华社昨晚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庆祝中华联民共和国 成立74周年的招待会 发表重要讲话时 有两岸关系表示 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升华两岸如何发展 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使民心所向 时代潮流 历史必然是任何事业都阻挡不了的 这场招待会 28日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新征程上 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赛过黄金 我们要坚定信心 继续爬坡过坎 攻坚克南 朝队 祖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 奋勇前进 9月28日 清除中华人民 各国成立 祭祀周年资财会 在北京联盟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 李强 赵德基 王沪宁 蔡奇林学祥 李希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和中华人士 齐聚堂 报道称 习近平除向 全国各组人民 及各界人士 知情外 也向香港 澳门 及台湾同胞 和海外 侨胞 质疑问候 而且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讲了很多 重要的一些话题 那么其中 关于这个祖国完全统一 是任何事例都阻挡不了的 所以老兵说了 习近平对于统一 是非常执着的 因为 如果习近平 在第三任期 或者说他今后可能的 终身执政的大背景之下 台湾也解决不了 在历史上的定位 因为他现在 追求的是一个历史的定位 那在历史上定位 是会被描述成一个 贪恋权力的人 甚至是有可能 在今后的史书记载 会说他是个无能的人 一个 对权力有极强占有欲的人 但是他却没有干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 所以说 这是习近平所惧怕的 历史的定位 我说过人到了这个位置 到了这个年龄 对吧 最看重的就是 有没有完成什么大事 你说 要什么大权力的目的是什么 还不是因为 要把内部的这些 武统统一的这种阻力 给他消除掉 对吧 把这些政治问题 给他解决掉 习近平他要追求的 就是一个什么 历史定位 所以 台湾问题是他 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 凌驾于任何问题之上 这是中华联明共和国 在他执政的状态下的 头号国策 就是要把台湾给收回来 这是他要做的事情 历史到了他这边 前面已经在邓江湖时代 已经给他 韬光养晦了 那现在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韬光养晦的问题 就是 积聚实力 所以现在他 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老兵说了 这就是他的使命 所以他必然要去 要去动这件事情 所以我说过 大家要明白 对这个问题 习近平是非常看重的 所以说就会有 国防部里面这些事情 现在已经 我之前的猜测跟分析 已经得到了印证了 李尚福消失 利用内情 传他和其他将领不听话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消失即将满一个月 外界普遍相信 他因实际贪腐行为被查 更牵涉中国军方高层的大清洗 然后在北京政论圈传出说法 直至李尚福成为 继毛泽东掌政时期 彭尔怀与林彪之后 中共历来第三名在任内 被拔除政治权力的国防部长 其因素之一就是 极可能同当时的彭尔林二人 与领导人毛泽东意见不合 传言指出 包括李尚福在内的 此波遭整数的军方高层中 部分将领是因为反对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国防路线 尤其是在公台时间点等 敏感议题上意见不合 才是导致私生活行为被调查 成为反贪腐的清洗对象 瞬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国务委员的李尚福 自829日出席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之际 至今未再公开再露面 外界纷纷猜测 他与同样离奇失踪的 前外交部长秦刚一样 涉事落马 成为第二名出世的副国际官员 目前解放军大清洗血流成河 整数范围 扩大是张又霞和张生民 所以说呢 我老兵此前的这个猜测和我的分析 很多都已经验证了 这个验证是什么意思呢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我之前讲的 在攻台时间上 习近平对他们失去了信任 他们有点显得不听话 因为老兵说了 攻打台湾这件事情 本身对习近平来讲 就是一个 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拜登 在巴厘岛答应他的事 习近平一直反复强调的说 中美领导人在巴厘岛会谈的这个成果 要答应的这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不管台湾的事 你让我把台湾给收了 拜登当时是答应他了 在去年的巴厘岛峰会上 但是啊 这个拜登出尔反尔 所以习近平呢 就因为这件事情 就怎么也不搭理拜登 布林肯到北京作为皇室 习近平给他办个小事 对吧 也就跟他讲 台湾这个事情 到底答应不答应 那布林肯马上就回去说 肯定那些就答应了 好 答应就OK 你回去就跟拜登讲 答应了就给我履行到位 我看结果 那中共内部军方呢 我相信你看习近平 把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何伟东 直接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政治部主任 主管中美 冲突风险的 对吧 全军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描划 再加上东部战区 林司令 对吧 这些人就是什么 坚定的武统派 就是说 不要再等了 赶紧就打了吧 但是像李尚福啊 活建军司令员啊 就是说 这里面就是很明确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 被反腐败的都是什么 都不是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习近平当时也是非常着急的到东部战区来视察 到司令部去视察 直接就说你东部战区给我做好准备 给我打仗 这个意思就是很明确了 就是一定要干 但是你看啊 不在东部战作战体系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他们这个圈子的头应该就是李尚福 包括还有以前这些军头们 所以说是不是 你看张声明 包括刘正丽 总参谋长刘正丽 这次都没有露面 这给我感觉就是 比如说中央军委的这里面的投票 我估计他们对这一次就是要武统 投了一次票 七个人嘛 那我个人感觉是什么 四比三 四比三 四票就是暂缓公台 总参谋长刘正丽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国防部长李尚福 和军纪委书记张声明 他们四个人应该是什么 投了这个反对票 习近平一票 跟这个何卫东一票 苗华一票 这三票 四比三 所以说那你就能解释到 那另外三名中央军委副主 这个中央军委委员 包括一名副主席 四人 因为他们一个四个人 三个人 三个委员加一名副主席 四个人 你就能看到没有出来了 那没有出来 那你们到底是 为什么说还没准备好 其实96台海危机 那个时候就可以打了 那时候只不过是出了个 刘连坤 没办法 你整个作战计划 你的后勤志愿 这些 这些就是高层的一些会 全部被透露出去了 那这个就打个毛打 就没办法打了 那那个时候就可以直接收 你到今天为止 还不能收吗 你还不能收的原因是什么 你倒就是说 跟我来讲讲看 这个就是习近平非常恼火的 对吧 你们还说不能收 还说要再等等 所以在这里 我也一直在好奇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啊 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分析逻辑 对不对 我在好奇一件事情 为什么美方那些高级将领啊 总是在预测说 解放军2025年 一会儿说2027年 美方的这些预测 他妈的是不是内部有什么人 在给他们放消息 然后让他们也在那个地方 这样配合的这样来讲 说啊 你看中国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中国内部啊 这次议委会上又是认为说 是27年打台湾 27年之前打台湾 或25年 啊 或者是有 这可能还要往后拖 那往后拖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在这里面捞油水 啊 建老鼠舱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就给我们呢 这次习近平在国情招待会上 再次讲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 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止什么 我们祖国的完全统一 啊 说明就是 那这句话给他翻译成白话 就是说 有势力在阻止我们完成祖国完全统一 对吧 有势力在阻止 就是这个有人在阻止 这习近平就是已经重视 就是有人在阻止我们完全统一 外部的阻止力量 我们知道美日 美国为什么西方在这里阻止 那内部难道就没有吗 所以习近平必须要整肃 啊 必须要整肃 我个人感觉 这四个人消失肯定是 近期对于这个武统 什么事 因为习近平应该想快点就武统 啊 这个事情 对吧 然后包括东部战区这边 啊 跟南部战区 组织的大机队 五次 这个42条军舰 103架战机在这里 那他们就是实际上也是在表达的 要干的这个 这个态度 态势 就说东战南战 啊 这个 何卫东 苗华是坚定的要干的 啊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他们那些将领 啊 还想着就是说 不能这功劳被你东战一个人给夺去了 啊 那你们都打了以后 你们都升官发财了 升升官了 那我们是不是得发点财 他有这种考量 谢谢各位支持 啊 我们继续来看 对吧 对吧